台灣傳統的布袋戲有越來越多人投入這門藝術了 台灣有七位年輕人為了傳承傳統文化 他們在假日聚在一起製作戲偶 而且去各地巡演 每一尊戲偶都是從頭到尾自己設計 而且他們顛覆傳統結合各國文化 他們說這些戲偶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 因為他們都有一顆熱愛布袋戲的心 有著新潮的髮型 穿著十字軍東征的服裝 跟傳統的孫悟空很不一樣 來自嘉義的三妹堂把稀有記的人物結合歐洲文化 打造一系列布袋戲有 頂著龐克頭的沙霧鏡 風度翩翩的豬八戒 帥氣的唐三丈 設計師陳友峰為了這些精緻的服裝 幾乎五天沒有睡覺 如果想要讓這個傳承的文化 可以這麼無私的奉獻出來 讓大家看到這個好看的一面 其實到後期布袋戲會開始去參考一些時裝雜誌 像一些衣服都有一些垂上排列 都會開始運用在布袋戲的身上 可以增加一些時裝的感覺 三妹堂成員只有七個人 平均年齡35歲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職業 為了傳承布袋戲文化 大家利用下班時間製作戲友 假日帶到各地演出 每場表演都不收任何門票 希望大家能夠更了解傳統藝術 負責行銷的顏仁洪是大學講師 從小就喜歡戲友藝術 家中已經收藏超過兩百尊目 髮型設計師陳志遠 也為戲友黏上最新潮的造型 操偶師王文志則是在電視台工作 個性內向的他 一操起戲友就變成另一個人 這群年輕人說布袋戲從頭到尾都是自己設計 就像是他們的孩子一樣每一件都是非賣品 當你在創作開始考慮到盈利的時候 變成說你的創作就開始受限 因為你會希望他好賣 接下來你就會希望說 這麼多人喜歡這個角色 我是不是要把它複製很多尊 賣多一點更多錢 但是我們都從來不想複製 因為我覺得做創作就是一尊就好 它就是獨一無二的 三昧堂在嘉義沒有專屬的工作室 每個人的工作地點就是最棒的討論空間 有時候到髮廊 有時候則在補習班教室 這次在台北偶戲館展出他們的最新作品 希望傳統藝術的價值能夠被大家更為重視